第二个问题 师傅吉祥如何够终堕胎罪业 已经堕了就没办法 我近年才劝有好几个 这半年我都劝了四个女孩不要落胎 其中有两个 实际上四位都是中国 其中有两位告诉我胎是有问题的 当然有问题就一定不想要 尤其是中国 其中有一个就是有问题 而且还是女孩 下降的情况可能性就更加提高 当然他们能够将这件这么私隱的事跟我说的话 他们一定很相信我 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当然一定以以佛教英的角度去跟他们说这件事 也很幸运 这四个女孩都决定不落胎 真的很难得 有一个就跟我说 她之前真的疯了 她真的想了很久 她终于跟我说 我就解释给她听 一个小孩子 能够投胎进去你 一定是跟你的丈夫 跟父母很有缘 很有缘 我们不要理这个缘 是善缘 还是不善缘 一定是有缘 但是我经常都说 人生难得 今已得 是不是 因为身为人是很难得很难得 因为为什么 我们人不单止有眼耳被舍身 因为我们有个意 和我们有个心 心法 令到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人生的路上 找出一个解决 在人生苦的路上找出一个解决 其二的众生是做不到这件事 你看牛 猪 狗 他们一样是生存 他们活着是生存 生存之后做什么呢 就是他们很自然的一种性用 他们不是知道自己要延续下一代而有性的 不是的 是他们自然的 这是自然的 第二就是要吃 因为吃才能有生命 第三就是什么 要逃亡 逃出危险 Flight from danger 所以畜生只是有这三个东西 你可以跟牛说 你快死了 你快念佛吧 你说牛懂不懂 如果牛真的懂 他真的很聪明 你不过你就是Brianna吗 懂每天去打座吗 所以 如果他真的进入胎 而已经成胎 根本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他才能入胎 他跟你一定有一个因缘 好了 如果你说 真的下降了 已经下降了 已经成了一个果 因为果就是那小孩已经不在 那如何够俗呢 你说够不够得到呢 够不到的 够不到的 那我就说 哇 那我经常写什么 回向同灵 某某 回向同灵 超战 我经常都说 什么叫超度 超度 就是说 我们利用佛法 去超越自己的有限 而希望自己能够转化 希望自己可以误导 在自己转化 超越自己的时候 我们自己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 是一个很gracious 很庄严 很有味道 很有修行 令人很安稳 令人觉得 看到你是很喜欢的 很喜悦的 是一个修行人的感觉 而因为这些东西 人家会向往去学习修行 你是因为自己超越了自己 而你超越了自己之后 你能够度化别人 这个叫做真超度 不是我说的 是在《阿客经》说的 佛道说过 如果这个人是业重的话 就等于一个翁 安装满了石头 你打烂那个翁 那些石头沉下去 你叫那些石头不要沉 起来 升上来 放上来 会不会浮 一定不浮 或者另外一个翁 放很多奶油 牛油 打烂那个翁 那个翁打烂了牛油 你让牛油沉下去 沉下去 沉不沉 一定不沉 即是说 如果那个人是做很多恶业 很多不善业 那个业很重的 你要他浮上来 你做什么 你怎么浮上来 你说 有谁有能力 跟他浮上来 佛道在《阿勒经》 说过这个故事 那个人跟他说 我看到行河边 很多祭司在帮人做法会 去打个人的头颅 让那个亡者的灵魂 可以超到 什么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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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说 什么出效 什么出效 哈哈 你这么说 就是聪明 Wolf TA 呢 这是佛rod 这个人 不想允íreovan 大人 那么正常 或者是橄欖油 隨便吧 那兩年初那個鞋就走到河邊 哎呀 佛陀當然是這麼大招勻 這麼超神通能力 他一定是幫我去超渡我爸爸 佛陀說好 你拿一瓶棍來 他以為拿一瓶棍來 佛陀想和他打爛個鞋 他爸爸的靈魂就可以走了 即是有意義的 他說你打爛個鞋 佛陀叫他打爛個鞋 打爛個鞋 裝石的鞋 打爛個鞋 他說你叫石頭不要沉下去 叫石頭浮上來 佛陀你有沒有說錯 他當然不是這麼說 佛陀有什麼可能 石頭是重的 重過水還是沉下去的 那你打爛另外一個鞋 叫油不要浮 叫油沉下去 然後他沉下去 佛陀沒可能 油過水 他一定會浮上面 這樣就是了 當一個人的業是重的話 無論你有什麼神通廣大 你都不可以讓石頭浮上來 當這個人的業是善的話 你不需要任何神通廣大 他都不會沉下去 對不對 就是等於這個 如果代了胎的話 你不要想著 俗 也不要想著救 不如你想著怎樣 想著蠶和愧 蠶什麼呢 蠶因為我知道 我當時無知 或者是某些因緣 真的不容許我要這個寶寶 我當時又不懂得這個因果法 我慘 我無知 我愧 愧什麼 愧對著我這個小朋友 這個可以生為人的小朋友 我真的很羞愧 我不能夠給他一個好的生命 好了 這個羞愧到此為止 你不要每天都拿著槍 去指著自己 因為這樣對你沒有幫助 而你知道你今刻 你因為這樣做了這件事 你就自己要發一個怎樣 發一個大怨生 發一個大悲生 發一個大慈生 以後你看到的所有小朋友 你也是猶如自己的小朋友 這麼愛他 這麼照顧他 明白嗎 那總比怎樣 做一個 我以前也很早胎 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死吧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報的 你一定要受這個那個 最容易受這個那個是什麼時候 你就死的時候 你小朋友如果還沒頭胎 他會回來找你 他不會回來害你 因為你為什麼 你就是死的時候 你的磁場和他的磁場差不多了 他會找回媽媽 找回爸爸 你不用皺眉頭 不怕 找你就找你 是因果 我來的 報了他 拍著他的胸口 勇至 好 報了他 那時候你會知道的 你會看到的 你會知道的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要報的 一定要受報的 但是 你受報之前 你就不要想著死 不知道怎麼報 他那時候來摸我的腳 一摸我的手 怎麼辦 不要想 你現在不如用多些精力去愛奇遙的小孩 去幫助一些孤兒 幫助一些小孩 沒有人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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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照顧的 沒有人教導的 你不如去幫助那些小孩 幫助他們 用愛自己的小孩的心 來愛小孩 這樣實在更好 好 OK